美国总统川普待在白宫犹如四面楚歌 面临全美抗议以及疫情冲击之下 十月率飙高甚至被曝出 由于白宫外围视为升温 紧急躲进地下碉堡避难 川普躲入地下碉堡后一度被狂酸式碉堡男孩 更尴尬的是硬拗否认后 不但被CNN及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报道打脸 还被发现白宫镇悄巧大新土木盖起白宫版长城 白宫外增设铁网并出动武装国民兵与骇马车巡逻 显然对人民的恐惧相当有感 川普明星见识支持率一路崩盘 前任国防部长马蒂斯等高一呼 通批川普先前想派兵 根本只是想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 连同四名退役将领也打破沉默 同声负荷 心不变刺客 连自家人也不挺 即使狂撒币砸电视广告 川普11月的大选离任之路 要力往狂澜恐怕很难 赞宁新闻金属会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